謝謝主席 謝謝張偉 請龔主委 我們再請龔主委 張偉緣早安 龔主委早安 我們現在要來講小朋友的安全 是是是 小朋友在這個 中興新村 你們的這個遊樂園裡面 撞破了頭 頭破血流 封了五針 那到底這個案子已經一個多月了 一月十四到現在要兩個月 你們有沒有負責 賠償了嗎 有了 2月負償協助理賠 我想問他 公共意外責任 到現在還沒賠 不是他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他2月20幾號 才把相關的醫療 一月十四發生 一月十五就去關心嗎 我們都有跟家長 那家姓家長 我們每個禮拜去了解他的狀況 然後他在2月底 才把相關的單據送給我們 那我們現在已經 我已經批 盡快好不好 盡快這個速度要加快 我們每天都會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除了小朋友這個賠償的問題 這個要加快之外 安全問題更重要 要給家長跟小朋友一個 安心安全的遊樂的地方 這個地方不能再出狀況 那昨天 昨天我還請專家特別到現場 又去勘察了一次 你們說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本來要完成這個檢驗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昨天去看 來來 主委你先看一下 這個 這個鞦韆 當鞦韆 這是你們管的喔 這個鞦韆安全嗎 下面這是現在的 大家看一下 右邊這個鞦韆是你們現在的 兒童的人裡面 你看一下 安不安全 不是應該照理說 我們已經把它封起來了 沒有啊 張棋 張棋 還在那邊玩啊 怎麼有封起來 好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因為這邊的兒童郵距 是很多人兒童的記憶 那時候發生的時候 我們有把它圍起來 那有可能就是 因為有些家長又想要 給小朋友玩 可能 這個部分我們可能就是 沒有督促到那麼遠 這個問題蠻嚴重的 主委 你一定要重視喔 依照兒童遊樂場這個設施 它的安全管理規範 對不對 他們不一三年 每三年要檢驗一次對不對 對 安全檢查 你們之前已經沒有做了 這已經是 已經是有問題了 對對對 發生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然後你們說一個月 要把它檢查完以後要做好對不對 結果我昨天還吵 我今天要質詢嘛 所以我早上叫人去實地去勘察 至少發現兩個地方還有問題 第一個 我早上說鞦韆 早上也是我小朋友在那裡玩啊 他去拜六禮拜人都很多喔 這個地方是小朋友常去的地方 你看右邊這些像他不 欸 上一張 看一下去 那為什麼不安全 這個是很清楚 你鞦韆一定是要轉的嘛 對不對 你做那個坐墊 要軟的對不對 而且他依照規定 一定是要有幅度的 我們現場很多爸爸媽媽做阿公阿嬤的 你帶小朋友去公園玩 你會讓他做右邊這個嗎 對 那個是硬的耶 上面是鐵 下面是木板耶 你如果兩個小朋友去 或是剛才有小朋友在那邊 你在當鞦韆的時候 撐到的那個多嚴重的問題 是 好不好 這個馬上處理好不好 對 因為我們現在決定重新把它整理 但是這個重新整理整修 或是重新規劃 因為它這個是屬於文化 全區的文化景觀 我們要送縣政府的文資委員會 他們同意以後 我們才可以動 那我們會盡快 要快一點 你不要再發生事情了 好嗎 不要再發生 家長跟小朋友有一個安全的 遊樂一個地方 絕對不要再出狀況了 看第二個圖來 這個也是現在沒有封起來的 這個叫搖搖碼 大家看看 這個圖你看這個叫搖搖碼 左邊它是這樣搖碼 對不對 你看 它下面這個彈簧 像彈簧這個地方 有沒有危險 有危險嗎 主委你看有危險嗎 所以我們會盡快的 這個 像這個你外面嗎 做一個防護啊 對不對 先把它封起來 OK 那另外給我一個東西 你說你有找合法的廠商去做的檢測嗎 對不對 找哪一家 找哪一家 它檢測報告是什麼 你等一下送來我辦公室 好不好 OK 好來 那我們看下一個 好啦 這個這個今天就不問你了 反正你花了很多心思 我知道你要讓中華 中華新春要重現光芒嘛 我剛剛今天看你的這個報告裡面有很多 一定要做到 注意我來找這間 只有你來中興新春走一頓 歡迎 今天很多人可能都從中興新春來 那邊以前是我們的政治中心 包括我們的主席 以前做新紀元都在那 有我們很美好的回憶 所以一方面讓它光滑在線 好不好 讓南投人 讓中興新春的人光滑在線 有那個驕傲感 第二個 小朋友玩的地方 馬上要改好不好 好來第二個我們看一下 這個也很重要 我看你今天報告的第四頁 你的第四頁啊 你說電價要調控要有三原則對不對 主委 我電給你聽啦 你不用找了啦 你說照顧民生對不對 穩定物價 節約能源 現在電價要去啦 你怎麼照顧民生 怎麼穩定物價 是原則但是實際的做法 可能要經濟部跟他的審議委員會 他們做最後的決定 經濟部打臉你嗎 經濟部打臉國法會嗎 不會啦 他們還是會用這個三原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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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看這個對照表演有點諷刺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右邊是四月份 經濟部準備這樣做的 這個應該是 民生用電一千度以上 要調10% 三百度以下的要調5% 你怎麼照顧民生 怎麼穩定物價 你是很有名的經濟學者 主委 主委 這個調下去 調下去 物價會上漲嗎 主委你是很有名的經濟學者 你又現在是國發會的主委 這樣調會不會 物價會不會再上漲 我同意啦 就是說 電價上漲當然會 對物價會有影響 這也是因為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過去一兩年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平 對啊 以前不要說一兩年 前面二十年 漲都是三百度以下 民生都沒有漲啊 為什麼這個要漲 第一個選之後是不是 第一個 現在那個物價飆漲那麼高 主計總處不是剛公佈嗎 1.8% 我們古年 我們古年就是因為物價上漲太高啊 我們實質的總心思 倒退十一年來最高啊 這怎麼會是一個漲電價好的時間啊 特別是民生用電 為什麼三百度以下也可以漲呢 你也可以去跟他們講一下嗎 國法會主委 國民心能不能去跟經濟部長 或者是行政院長 我做一個建議 我知道蔡總統常常爭取你意見嘛 你跟蔡總統講 民生用電不能漲 可以嗎 包委員 因為明天那個 趙偉就有排那個 一個專案報告了 是不是讓經濟部先說明以後 你說我明天才問他 明天才我有問他 問題是 你是負責國家整體發展的人啊 又是那麼有名的學者啊 而且他打臉了你沒有看到嗎 你這樣照顧民生有穩定物價嗎 我明天才也拿這個東西問王美花 他給你獻水配是不是 這個還是要看他的方案 我要看看他的方案 沒有啦 你站在國家的發展啊 站在穩定物價跟照顧民生啊 我甚至這樣問好了啦 現在在傳說你要做經濟部長嗎 你會不會是經濟部長 國民心以後打臉你現在的國法會主委 國民心 你到時候我拿這個 你當的經濟部長我拿這個去問你 你如果守不住民生用電不要漲 你是不是打臉自己 去啦 去總統說一下啦 好嗎 民生用電不要漲 300度以下絕對不要漲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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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標示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我們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